注定得癌症的候選人 是什麼 蔬果吃得少的人 我見過 有人是絕對不吃蔬果 都吃肉 他也沒怎樣 還沒到 不能講說沒怎麼樣 時間還沒到 我們有一個朋友 在大陸 一個好朋友 他真的只吃肉 不吃誰蔬果 完全都不吃蔬菜水果 完全的 到有一天 這個時間到的時候 你就知道了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蔬果 你只有吃肉 叫偏食 然後營養不均衡以外 肉食的東西 我跟你講 我們講實在話 所有肉 都有問題 真的 為什麼 因為 癌細胞 喜歡胰跟肉 癌細胞喜歡酸性食物 胰跟肉酸到不行 所以 你吃那麼多酸性的東西 你身體變酸性體質 你怎麼不得癌症 我還沒得 不好意思 時間還沒到 時間到的時候 早上你算帳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了 真的 你看很多人不喜歡吃蔬果 不好吃 看到肉 哇 一盤又一盤 尤其自助餐 吃到飽 哇 那個肉 三五盤 都啃光光 好像吃肉比賽一樣 我看在旁邊看著搖頭 你知道嗎 這個肉 不管豬肉 你看美國進口那個 美國豬 有沒有毒 有啦 你敢吃嗎 你不知道啊 你有一次台灣豬 台灣有這麼多豬啊 各位 所以喔 我們不管什麼肉 其實憑良一講 它是不好消化 它絕對腸胃很辛苦 要分析 要把你這些肉解決 它要負很大的力量 久了以後你腸胃都被疲乏 你的胃出問題 腸出問題 對不對 那你喜歡吃肉是我們 貪吃 我們偏食 真的 那 習慣 喜歡了就習慣了 為什麼 就像 有人用左手拿筷子 他已經習慣了嘛 我們看起來 左手好像 打筷子怪怪的 可是他很自然啊 他習慣了 喜歡吃肉的人 他也習慣 看到青菜 不喜歡 因為 不是肉 不喜歡 看到肉喔 整碗都吃掉 他也沒感覺 所以 這樣偏食 這樣的人喔 我跟你講 他遲早 會變癌症的後線 真的 因為魚跟肉 酸到不行 我們的身體 如果減性體質 絕對不會得癌症 我們身體把它造成 酸性體質喔 怎麼不得癌症啊 癌細胞喜歡 酸性食物啊 所以為什麼很多 奉勤很多得癌症 你真的要吃素 遺肉不要吃太多 就是這個道理啊 為什麼 因為你助長癌細胞的擴散 腫瘤擴大 甚至轉移 分裂 跑掉了 等等等等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